这种论调别有用心 完全同事实背道而驰 事实是 中国的疫情防空政策 既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又最大限度减少了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过去三年 中国经济年均增长4.5%左右 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全球贸易动能转弱的背景下 中国积极扩大开放 向全球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 发挥了稳定器的关键作用 中国政府优化调整疫情防空措施后 包括世界贸易组织 金河组织等在内的国际组织负责人 都普遍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认为这将有助于支撑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 近期多家国际投资机构纷纷上调 2023年中国经济增幅预测 许多外国在华商会认为 有关措施将重振投资营商信心 恢复市场乐观情绪 中国将继续成为外资优先投资目的地 急事付 fields 持续施到此 安全 多孙 新闻 相反 Lynn